原标题,F&A,没钱啊,真正都自己来,得多花18亿美元。 文观察者网络谈缺怕经费而外包安全认证,催促技术人员匆忙完成审查近期发酵的737MAX追击,接受了波音公司与美国联邦航空局F&A的互助关系,也令作为监管部门的后者陷入质疑的漩涡。 当地时间3月27日,F&A带领局长埃尔维尔在国会作证,他便解称,将安全审查责任软移,给波音公司的做法,已经实践数十年,始终无疑的确保了投产机型的安全。 他强调,此举能降低政府开支,加速新机型投入市场的速度,而若全部交给F&A独立完成安全审查,每年将需要2万1万名新雇员,18亿美元经费。 而F&A,目前用于审核飞机的预算,仅为2.3亿美元。 据观察者网查询,F&A近三年的预算,保持在160亿美元左右,但2019残年的研究,工程与开发,包括审核新机型预算申请为7400万美元,相比去年实际到位的资金,减少了1亿美元。 出席听证的美国交通部检察长斯科维尔表示,将在7月前,大规模更新安全审核流程,但没有透露,将终止与波音安全审查合作的决定。 美国交通部、司法部、以及联邦调查局FBI,居意对此事展开调查。 美国联邦航空局代理局长埃尔维尔图元,视觉中国当地时间周三27日,美国参议院交通运输安全委。 联会就波音737MAX8飞机的相关问题召开听证会,出席者包括FBI带领局长达尔维尔·丹尔维尔,国家交通安全委员会主席罗伯特·萨姆·沃尔特,以及交通部检察长凡尔文斯·科维尔。 德克萨斯州参议员泰德克·鲁兹表示,航空舰与监管者之间的密切联系,已经威胁到了公众对于飞行安全的信心。 据观察者网4000报道,为了追赶竞争对手空客的进度,FAA管理层不断敦促安全工程团队,迅速完成授权认证,于是,一边将安全认证工作,委托给波音自己的团队,一方面锁紧审查工作。 FAA代理局长埃尔维尔则承认,被认为与两起最近事件,有密切关联的机动特性增强系统MCAS,原本是由FAA负责进行安全审查,但后来被转交给波音公司。 民主党认员汤姆沃·达尔托莫德,表示,必须改变FAA与波音的安全审查上的关系,乘客安全是最重要的利益,而不是这家公司的嫉妒收入。 埃尔维尔则对此进行辩护,表示FAA与波音公司的相关合作,已有六十多年,始终如一地确保了投产机型的安全。 他强调,美国过去十年里一百万次航班中,只有一名乘客,因为安全审查导致的事故身亡。 而若要由FAA独立完成全部审查,将需要额外一万明星雇员,18亿美元经费。 据观察者网查询,FAA近三年的预算,保持在一百六十亿美元左右,其中负责飞机安全审核的预算,保持在二点三亿美元左右,约占总数的百分之一点四。 若按照艾尔维尔的说法,FAA在飞机认证服务ACS项目上的现有预算要增加接近八倍。 红圈即为FAA的飞机认证服务,十七、十八财年已到位,十九财年申请的数额,均为二点三亿左右途中单位,千美元此外,在该项目所属的航空安全组织Aviate Unselfitative Organization,大类中,这工薪水保持增长的同时, 项目开支也不断下降。 过去三个财年以来,FAA在航空安全组织门内上的项目开支不断减少途中单位,千美元康涅迪格州民主党参议员理查德布鲁门索, 对于将安全审查外报给波音力节省开支的做法表达了不满,FAA想在安全问题上加便宜,结果既没有确保安全,也付出了不菲的代价。 布鲁门所称,需要通过严厉的改革,让FAA重新主导安全审查的责任。 美国交通部检察长华尔文斯科维尔,也出席了听证会,他表示, FAA计划在7月以前,大规模调整对新飞机的审核流程,包括评估航空公司的训练与自我审查。 但对于FAA是否将终止与波音的安全认证上的合作,斯科维尔并未明确表态,美国交通部长赵晓兰已经要求他。 调查737MAX8机型的是航性,美国司法部,联邦调查局FBI,已经对波音相关自查环节展开形式调查。 本文系观察局网独家稿件,稳定授权,不得转载。